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长得像一只安康鱼 可以说杨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一位演员 一步加油儿女让杨子众所周知 家里儿女里的杨子算不上是漂亮小姑娘 但机灵大方也很是招人喜欢 杨子也曾谈言说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还被老艺人说这样的长相 无法在娱乐圈中生存下去 长大后的他长得是越来越美了 青云之中的古装造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谈提到杨子在青云之里的造型 居然被王思聪公开吐槽 称杨子长得丑到不行 根本称不起戏中的角色 虽然大家都知道王思聪素以吐槽断个娱乐圈 但是这样对一个比自己年纪小 而且上级的女演员来说真的很过分 而且还说别人的长相丑到不忍直视 在这里小编真的希望王思聪在说别人之前 能不能先照这镜子认清自己 面对王思聪无厘头的谩不骂 杨子也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当王思聪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自己头时 杨子决定不忍得 把气回对王思聪录个字 就你长得好看 杨子这句回击简直能有目有 大家都知道王思聪虽然很有钱 但是长得确实是一副表丝样 身心不是很好看 网友纷纷流言 对得漂亮 王思聪也许是站着自己的身份 一直以来对娱乐圈的许多女明星都很毒舌 也跟很多人结下了两子 如今看来